各種招租字樣貼在鐵門上頭 萬年大樓昔日光景不在 雖然還有許多精品模型店常駐 但是還是不難發現 中間穿插著空置店面 隔壁的西門新宿 店鋪更加冷清 每搜幾步路 就是空檔的店鋪隔間 這一代人群消散 問問駐點三十多年的老店業者 最知道 人都分散 以前的話說西門町比較集中 有什麼博來瓶什麼東西 要高級的都在西門町 過去的明天城風光不在 但這西門町並沒有真的失去人氣 學生觀光客 絡繹不絕的人潮還是不斷湧現 西門町的熱區 從過去的萬年新宿一帶 漸漸移轉到捷運站與紅樓一帶 不少名店也都在這裡開始展店 出境的人都越來越多啊 就是一些有名的店家都開在這邊 應該是最多的啦 因為滿... 這裡通常都是很多人 去比其他地方只有一幅都沒有那麼多 西門町人潮移轉讓六七年級生感嘆 時代眼淚又在世代更替中 悄悄流下了 三菱新聞 楊玉鑫 六澳文 台幅報道